在江西省铜骨县温泉镇石桥村 连日降雨导致河流水被上涨 7月1号一条11斤重的大泥被洪水冲进了填沟 热心村民将其救起 交道有关部门将大泥放归大自然 高桥村村干部将大泥带回村委会后 用大盆将其养了起来 并向有关部门求助 经铜骨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研究分析 判断这是中国野生大泥 该野生大泥体量11斤 体长90公分左右 状态良好身体无外伤 工作人员检查后 将大泥放生到了其适宜生存的地方 两个月以来这是发现的第二条野生蛙鱼 由于近期雨水叫做鱼 容易被大水冲走 容易受伤 或者是刮伤擦伤碰伤 可能就会导致死亡 因为这里是溪流 水比较小 适宜蛙鱼的生存